左转车道能不能掉头又该如何正确去掉头呢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左前方 没有任何的掉头的标志标牌 只有地面有一个左转的一个标识 那么这个车道能不能掉头呢 很多的新手朋友他是比较迷茫也不清楚的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现场给大家讲解一下 分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 左转车道能不能掉头又该如何正确的去掉头 你比如说啊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左前方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的掉头标志的 而且的话前方大家看一下 而且此时左转又是红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就不能直接掉头 一定要等左转红灯变成那灯以后才可以掉头 再来看看案例哦 这里也是一个左转车道对不对 而且地面有一个左转即可执行 而且我们的左前方还有一个掉头标识 看到没有前面那台车 此时是红灯它直接掉头了对不对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左前方这里 它是一个靠近我们车这边是一个虚线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算前方是红灯 我们也可以打好转向灯可以直接掉头 但是我们在掉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你让直行的车辆 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掉头的 来大家再来看看这种情况 同样的在同一个路口对不对 我们在后面排队 但是前面只是红灯 但是前方那个车它就是不敢掉头 我不知道它是直行还是掉头 来我们现在就等待看看它到底是掉头了还是左转 好来大家看一下此时它是不是掉头了 那么这个说明它就是一个不懂该怎么走 也就是说在这个路口就算是红灯 只要我们的左边这个位置 是虚线的这种情况下 就不用等前方的红灯边六灯 就说是红灯就可以直接掉头 再来看看安利山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是不是这种双十线 那么我们如果说需要掉头的话 双十线是不能压着掉头的 我们往前走一点点 看到没有前面这里的话是不是双十线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这样掉头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新的朋友啊 他都搞不明白 走在马路上不管它是什么道路 只管你三切谁压着这个双十线就掉头了啊 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没有车的情况下 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你掉头虽然说是可以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你在这个位置你掉头的过程当中 跟别的这发生过程了呢 那还不是你的权责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掉头的时候 该掉头就掉头 不该掉头就不要掉头 同时还像这种情况啊 在路口了旁边是双十线 前面是热灯 那么这种情况下掉头 前面还有斑马线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掉头的时候 记住越过斑马线掉头 才是一个啊 正确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我们现实开车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走在这种啊 左边的车道 就算我们的左前方 没有掉头的标识 只要他没有禁止掉头 禁止左转的标识 他总是可以掉头的 对于新手来说 只要你提前懂得的话 那么你开车上路 在掉头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用害怕 也不用油油油油 也不会被后方的车辆 按喇叭来催你了 对 但是啊 看到没有 我们左前方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那种虚心的 都是这种护栏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要想掉头 就一定要等前方的红灯 变成绿灯方可掉头